各位好,今天我們又見面了 我們最近在網上看到很多的網友們 很多會員反應非常的熱烈 加起來差不多上千條的新聞 那我看到裡面很多的東西 今天我會順便稍微答覆一下 比較簡單的答覆一下 另外就是說我們再往下就是在走花 第二階段沒單足就完了 現在開始走花卉路線 單半夜,單半的花就是一圈的花 再講單半的夜,然後副半夜副半花 多半夜多半花 我們這是整個一個流程 那今天我們先開始來講解 現在我在答覆有朋友講說 我怎麼知道要在哪裡畫花 哪裡要畫葉,怎麼樣佈局 這個就是在,講簡單的就是佈局 那麼在我們衛星南北朝呢 就卸好六法裡面就講經營位置 就怎麼擺,擺位置 那這個也是花卉裡面最難的一項 那我今天用比較簡單一點時間 用精要的方法來講 現在來講很簡單 我就把它拿來講 一個是半個女 第二個 不等面三角琴 第三個 頸 拿一個頸子 這一段話 一個頸 好 這個是蠻重要的東西 另外呢 我們來個西 你不要看這幾樣東西呢 是我們構圖呢 非常重要的 這個呢 以前我們講過了 無履不成梅 所以我們經常 對於這個位置上面要擺的時候 怎麼穿插 因為有人問呢 我梅花 什麼時候來在枝上放梅花 桿子不 大粗桿不會長梅 不會長梅花的 細桿也不會長 花枝才長梅花 所以說當它越穿插的時候 大致上就是細枝了 這個時候在這個上面去長梅花 去長梅花 這樣長梅花了 那穿插進去 所以說這個記住要訣 這個呂之形 是我們對於一個 枝的一個布局 在這很重要 不等邊三角形 不等邊三角形 這是個不等邊三角形 永遠 兩個集中一個分散 就要不等邊 不要等邊 不要這樣等邊三角形 等邊這樣的話 這個就齊了 就不等邊三角形 放位置 如果今天我放三朵花 那麼就一朵兩朵三朵 這兩個合起來加起來是主 這個遠就是克 這個地方就是主 這裡就是克 就擺位置 第三個 景之形 我們拿一張畫面 把它打 就變成各三分之一 各三分之一這樣打 景之的四個點 景之的四個點 就是放主題的地方 我可以放比較主要主題的花 大致上在這位置 我們盡量不放中間 多半就放在各三分之一的地方 所以景之的四個點 就是放主題的地方 主題的地方 那麼還有一張C 這邊有個點 一個缺口 在這個地方A有個點 這是什麼 比如我這邊畫一個枝幹 這邊畫一個枝幹 我要個小鳥 是把它脫節的 當它脫節的東西 我們往往用在C型的缺口 C的缺口的地方 它就變成主題 因為這是線的導引 因為這條線一看A 會指向它 這邊是線 一看導引會指向它 是C型構圖 所以這個 這個這個 我看起來很簡單 最重要最重要的兩項 就是不等邊三角形 景之形 C型的點 就是看不同的地方 那說今天我要畫 下面畫幾根草的時候呢 也是利用它 這個是這樣走 那草呢 就是蘭花 一二 穿 你看 那比較低一點 穿過來了 好 你看 這是利用在草的時候 這利用在枝的時候 這利用位置的時候 位置 放位置的時候 這三個東西是放位置的時候 重要的 等一下我們來一一的實現 那麼它整個的要訣 那這是放位置 那麼 真正來講 我為什麼要這樣 你看 這裡畫這畫 為什麼這裡畫 哪條畫呢 其實主要 就六個字 叫六字真言 畫畫六個字 第一個 蘇密 這裡加起來是密 這裡跑就是蘇 蘇就是克 密就是主 主體 那這也是放主題的地方 那我不會那麼規矩放 只是說我要向這邊生的時候 我可能這樣放 我這邊放 那為什麼這樣生呢 它還有一個向背的問題 向與背 我的方向 我的方向方面 要開闊 我的方向 面 面向的地方呢 要開闊 背呢 要靠山 我背要靠得近 背比較近一點 背有靠山 所以說我有方向 你看花往這邊走 山水往這邊走 注意到向背的問題 就這幾樣東西 然後再加上了 蘇密 龍蛋 沒有龍蛋 再加上 撐溼 它叫撐溼 撐溼 也叫撐溼 撐溼是嗎 不要整齊 那它有一個破 我們把太整齊的地方 我們把破掉 不整齊 好 記住非常非常重要的六個字 六字真言 這是我自己發明的句子 就是蘇密 龍蛋 撐溼 這是大概位置 然後再把這 再達到這個要求 就是你構圖 像中文構圖 講翻了 好像非常的神秘 不神秘 就這樣 你就 將來你就會了 好 以後我們畫畫呢 我陸續陸續 把我這個理論呢 印證在我畫畫裡面 好 現在呢 這個我很概略地把它這個 就是有人問 這個怎麼位置怎麼放 哪裡怎麼放 怎麼弄 那要一一分解 很麻煩 我現在綜合 用個大方法來講 我們往後在畫裡面 把這個理論放到裡面去 有可能講這個 講了很久 但是不容易通 越複雜不通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今天呢 我們來畫一個 就是 單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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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講 畫茶花 茶花裡面呢 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會畫 用線條 來勾它 比如說 雙勾法 雙勾法 好 那麼現在來講的話 我就 比如說我畫的時候 我要畫 三朵花四朵花 好 我現在就來跟各位看 那我就預備 一 一二三 我就用這個 用這個位置 通常放 放給你們看 這樣子 好 這是一片 兩片 三片 四片 五片 這線條呢 有輕有重 有輕有重 這叫做釘頭鼠尾苗 這釘子頭 饒鼠尾巴 苗有18種苗 那在我們一般來講 小血園最多 就是會用到 釘頭鼠尾苗 釘頭鼠尾苗 好 這邊完以後 放一個位置 好 再來一個位置 我可以放這裡 放這裡 我可以放這裡 不等邊 不等邊三角形的一個運用 來 應用一下 它有輕有重 釘子頭 撈手尾巴 這樣拖 三 四 五 這個呢 比較沒有開 這個開一點 好 這再來一個開一點 我們利用這個輕重 來表達一個物像的陰陽反折 同時 也就是等於說 我們對這物像的一種情感 會用這個線條來表達了 好 你看 這三角 一 二 三 那這兩個其中 就是主 這個拉開 就是刻 就是刻 然後 這主題定下去了 然後 然後我們在 譬如說在哪些空間 譬如說像 在這裡 一天整齊了 一 二 三 雖然是這樣 但是它還有整齊 好 我在這裡呢 加點消 包了下去 那麼 把這個 破 這是破 這是最後稱次 稱次的破 那主是這三個 然後把它破 那這裡 他覺得太孤了 也沒關係 那一樣呢 配點小的東西給他 他 他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是 茶花 白茶花 白的花 往往我們就用勾的方式 來表現 那它 它有翻折 那往往在折到 受陰的面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 重一點 那受羊的呢 我們就輕一點 它就 看出一個花的 好像在 在敲動感覺 那它 最特別的 茶花 最特別的地方 跟別人不同 就有鈴片 有鈴片 它像在這邊 有魚鈴一樣的 你看 像有魚鈴一樣的 有鈴片 任何一個花 當你只要看到下面 有鈴片了 它就這樣 你不用講話 茶花 只有它有 只是只有它有 你看 它下面會 魚鈴一樣的 魚鈴片 它是 上一個下一個 間隔起來的 它的魚鈴包起來 那這就是 這就是茶花 那這茶花 這個也會有 這兩個沒有 因為它 它比較大 它翻起來了 那以後呢 就把它擋到 那說 比如像這個 是這片 翻回去了 它這時候 有 有魚鈴片 你看 它有 魚鈴片出來 這都有 這個也有 它成一個碗形 成一個碗形 但是有 有魚鈴片 表達 這些呢 它是往裡面翻呢 它就被擋到了 就沒有了 這就是 這就是我們擺位的 好 那接著呢 我們用一點黃綠 黃綠 那我們在國畫裡面 是沒有綠的 沒有綠 國畫裡面沒有綠色 只有石綠 石青石綠 那麼我們的 一般的綠色呢 會用兩個色來 就是一個花青 跟一個 跟一個 藤黃 兩個呢 來 兩個綜合起來 合起來 畫起來 就變成了 就變成了 這個 這個 綠色 那綠呢 你可以藍多一點 它就變成了 藍色多一點的時候呢 它就變成了 深綠 藍 偏黃一點呢 就變成淡綠 那我們畫的時候呢 首先先用淡綠 把它比 壓扁 不要尖尖的 比 不要扁 然後用黃綠 從心裡面去 從這裡發出去 一二三 切畫中間 一二三 中間 一二三 中 左右 這樣表達出來 它這下面呢 翻起來以後 一點點 在這裡 一二三 這樣掃 這樣掃起來 中 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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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 中 把比壓扁 中 左右 注意到 好 這樣 這個 凸起來的地方不要畫 要剛好把它間隔起來 它間隔的地方 要畫它 好 好 這個 這個 這畫完以後呢 我們 這第一層 第二層 就用稍微重一點的 就是藍色比較多一點的 還是剛剛的黃為敵 再稍微多一點綠 下去 那麼這時候變 稍微深一點的綠出來了 這個時候 在畫台 它的前端 這個畫台 它比較靠 花心的地方 給它花心一點的地方 深一點 花心的地方深一點 花心的地方深一點 這時候它就有 更有層次感 它更有層次感 它更有層次感出來了 就給它 這個時候染呢 往往是剛才 黃綠色的一半 減少 差不多 黃綠色的一半 不要把它畫滿了 它自然就有 這個色調 就會表達出來了 這麼花拖 花拖呢 可以用 甚至可以用咖啡 是用綠 因為它本來有點老 綠咖啡 也可以用 只要用綠 綠帶著墨 重也可以 或綠帶著咖啡 也可以 帶著咖啡 那麼這個時候呢 重 這個是 各有不同表達 如果說今天我是用了 咖啡的時候呢 它又有另外的 一個趣味 但是不能全部咖啡 要帶綠 要帶綠的咖啡 那我這是用了綠 你看 用綠 那我們在中心部分呢 可以再幫助它綠一點 幫助它綠一點 幫助它綠一點 它就 它就產生陰陽的一個 層次出來了 這樣層次出來了 好 這時候我們就開始 換葉子 換葉子 換葉子呢 我們就剛開始 方便我們就直接用墨葉 注意到淡墨 淡墨 整個筆打成淡墨 打成淡墨 擠掉 我再重複講過 擠的時候不要這樣子 這樣就沒有用的 要從根部去擠 這個水才出來均勻 如果剛開始 你沒有把握的時候 你們可以用 這樣完以後 在這盤上 這上面去試 去試 去白紙上試試看 我裡面墨蘊 怎麼樣 可以試一試 好 那完以後 這是主題 這是主 一二 加它 分量比較大 這加起來差不多 60%了 這大部分是35% 好 所以主 那它這就是像 這裡 這裡是背 這裡是像 往那邊走 所以背呢 你剛剛 我這個東西不能畫這裡 畫這裡的時候 我這邊很寬 就我背沒有靠山 沒有靠山 所以說我要減輕 我背的這個距離 往那邊走 這就是我剛剛講到很多東西 我要能一一一一的來印證它 那麼大多數在它周圍的 主題周圍的落寞 比較重 加重它更重 就是產生主題的更重 更重 同時在它旁邊呢 來襯托這個 襯托這個花 你看 一 那麼這個貼了它 這個呢 剛好就順著它 剛好把它夾住 你看 從這裡出去 這裡出去 這裡出去 剛好把它夾起來 剛好把它夾起來 但是也不要多夾光 多夾光了 又太呆板 我們夾一部分 出來了 回去了 有時候可以倒回去走 可以出 可以進 順手 怎麼順手 怎麼畫 然後比如說 我要在這裡畫 為什麼在這裡畫 這裡整齊了 所以 我要出去 讓它不要去整齊 然後我要再去畫 它 它重 我就輕 它輕 我就重 像這裡輕 我就用個重的下去 對付它 它就是重 重對付它 這邊 比如說我 我常不換筆 我看我摸到哪裡的時候 我就用到別的方 用到別的方去了 用到別的方去 去交替的用 不要老死在一個地方畫 它末測的變化 就比較少 那麼凡是這種 小包包之類的呢 給它的葉片 也不要大 也不要太重 也不要太大 也不要太重 因為它是小潤葉嘛 所以說我們就會 就會把它畫得小一點 那比如說這邊很重 我要在它下面 這樣我不能重的 我就來一個 沾點水 我沾點水 它變輕了 它就變得 你看 它變得對付它 我的蛋去對付它的身 對付它的身 你看 我的蛋 我的蛋去對付它的身 蛋去對付身 它的蛋 我用身去對蛋 我用蛋去對身 它就產生變化 這時候就在葉片的錯落 產生變化了 那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要重 但是不要非常重 就在它這個旁邊 貼著它 就把它蹭出來了 貼著它把它蹭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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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重 小的 小葉有時候會往上翹 你看 火往上翹 為什麼小葉蠻茂盛的 那葉大了 就垂下來了 那小葉呢 它上去上 也可以上 也可以下 都有 這種機會很多 下 對 那 小 各種變化 好 到了差不多 我們就開始 拉 把它拉回來 拉回來 再來補救 比如像這邊也騎了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來補救它 有時候用桿 來幫它補救它 好 這時候呢 我用深的桿 來把它 來把它 桿子 拉回來 拉回來 注意這 這個桿 一定要對準這個花的正中心 完全90度 你偏了 就代表這花斷掉了 一定要 先出去 再往左 再往右 那是它的事情 等一下再來 先要對準它 出資 先出去 像這個 對準它 先出 等一下往這邊走 往那邊走 再說 等一下再說 先要出來 先出去 這個先對準它 先對準它 先對準它 然後再把它們收回來 再把它們收回來 再把它們收回來 那這些出資 這個資很重要 這個呢 像一個女孩子的臉 這資呢 像一個女孩子手舞主導 這個枝蓋呢 就好像這個女孩子身材 身材不好看 臉再好看 它也沒用了 好 那我們再把它 點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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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那這個就是 他們考驗這個東西 你看 把他們連接起來 我構圖裡面 我構圖裡面 我沒有 我一直 沒有在畫之前 我就先想 我要怎麼畫 怎麼畫 我不用想 以前要 像我這樣 甚至在大學當老師的時候 我還要先要想好一下 現在已經畫太多了 因為什麼 你可以後面來 只要你抓到了這六支真言 抓到方法 你什麼圖都能改 這時候你就不 不怕任何的這個 這個問題了 就不怕它的問題存在 能回就不回 不能回 像這樣子 氣了 這叫做摺之法 像這邊種了 就生根法 它可以看根出來的 那也有的 我們用 這叫虛 這是虛 我就讓它種 虛掉了 這叫做摺之法 我們摺了一個枝 在國話裡面稱之為摺之法 就是利用了 另外一種巧妙的方法 來對付它了 就這裡死了 我再用虛 來把它 來把它 美化 美化一下 這樣子 那當初前這邊 這邊看起來很不齊 現在經過兩個枝下去以後 它也齊了 你不加它也不行 也OK了 這個是看 最後就是全篇的一個佈局 再來決定了它是否要 我們可以輔助一些東西 那我現在輔助的都是破 都最後一個破 撐刺 哪裡太整齊了 我給它 那整齊了 加一點 破它 破它 這就是畫畫裡面破的 這六個字的一個重點 重點 這樣子 那這個是最難的 因為每個畫畫到最後都發現 我的構圖 不曉得怎麼辦 不曉得怎麼構圖 當你懂得了 剛剛講的這個要領以後 你就不怕構圖了 那麼譬如像這個來講的話 這裡還有點齊 你看這裡有點齊 那可不可以加它 我可以加一點破它 我也可以不加它 為什麼不加它 如果我計畫在這邊提字 這邊簽名提字 那它就產生了高低高低 這時候 這時候不用管它了 你就簽名蓋章 所以最後你的簽名蓋章的位置 也是畫了一部分來決定 它要 要改還是不改的 要加不加的問題 那這個是 好 那麼下面呢 我們再畫茶花 茶花有兩大特色 第一大特色 就是有鈴片 第二大特色 第二大特色 非常非常特別的特色呢 就是它的心呢 是一個大組合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組合 那麼這組合 我們往往呢 會用咖啡 有時候呢 我們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比如說我用 我用紅加墨 紅加墨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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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沼色 它們就接近咖啡了 就接近咖啡了 那它最大特色是什麼呢 一大蟲 別人是善的心 它是一蟲 一蟲怎麼樣呢 從這心開始 直 直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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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蟲 它的花心是這樣的 花心 那我們呢 可以畫很直以後 有一兩筆插在裡面 有一兩筆 給它交叉 不要玩 也不要百分之百 通通都聳在一起 插在裡面 它還有一根最長的 會出來 那這上面呢 還有點 那 比較漂亮是黃加白 黃色和白色 魯 魯黃色去加點 就很漂亮 很漂亮 那 也用陌生化 因為我們省時間 因為我在調色會浪費時間 那你要點它的時候 它是一圈 這一圈呢 怎麼辦 你不要去點平 你要上突 下突 很扁扁的一個圓 它就代表 你看上突 上突 向上 向上突 然後中間點兩點 它就回去了 它就變成 一 二 上 上 下 兩排 上 下 弧 咚咚 點一下 完了 它就 這就是 白茶花的畫法 那在這邊呢 這個葉子 這是 這個是沒有畫完的 它就是一個 一個 葉 完成了 那我們中間 是應該要勾芯 才完成 那麼 好 那麼 我們現在呢 先勾 單筋 就是中間一根筋 那麼以後我們再叫 副筋要怎麼辦 那就是中間這根筋 那決定了它的位置 決定了它位置 龍的勾龍筋 蛋的勾蛋筋 這個龍的勾龍筋 龍的勾龍筋 注意到勾筋的時候 不要 不要用鐵線苗 而是用像個小竹葉 釘頭出的苗 重 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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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 再走 壓 再走 壓 走 那這個呢 就決定了這個葉片 是它從哪裡來的 到什麼方向走的 它這邊碎碎的 不成形 要你來告訴它 告訴觀眾 它是怎麼長的 從哪裡長到哪裡去 從哪裡長到哪裡去 這個首先 這個要會畫 然後以後呢 我們再衍生 再衍生成 腹筋 腹筋 旁邊站著什麼家 那又是還有下面的一套 一套道理 陸續我們也會 也會來完成的 像在這裡 這裡有點些 我等一下 在這邊想要提個名字 蓋個章 它的畫面呢 就是完整了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這邊 太空的時候 在這邊壓腳 蓋個壓腳章 就是也叫做弦章 那產生紅跟紅的呼應 它這畫就變得很豐富了 那如果要更漂亮的時候呢 在這白的部分呢 再用白的顏料去染一遍 它就更突出 就更突出來了 那我們不佔時間 我等一下結束的時候 我是自己把它染 然後你再看 最後它會形成什麼樣子 好 今天我們的畫 就講到白色的茶花 跟我們剛剛解答 在很多觀眾所詢問最困難的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 我現在只有幾分鐘講完 但是一般畫家 會用了30年到50年的時間 去研究構圖 但是常常也不得竅門 其實這是我研究60年以後 最後抓到了心得 做最複雜的東西 我把它做成最簡單的方式 鋁字形 線 不等邊三角形的擺法 緊緻擺法 西形 重點構圖擺法 六指針岩 疏密 龍蛋 稱癡 畫東西要有向背 這是背 這是方向 如果往這邊 這是背 這是方向 你要對上他 如果這個背很空 向很緊 就好像一個人面對牆壁一樣的 就會覺得很避塞 不舒服 這都是很基本 但是非常重要的美學理論 好 今天我跟大家就 白的茶花示範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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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